一六零零星经济 我们看到台股今天上下震到了259点 收盘是小跌33点 请教主播斐鱼 好 提确台股在今天呢 真的是上冲下席 整个上下震荡高达259点 虽然政府基金后来是有进场救火 但是在台积电的部分呢 今天还是收在相对低点的 所以台股呢 在今天是以下跌33点作收 最后呢是来到一万六千三百四十一点 那么到底呢 整个市场的信息呢 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严重的冲击呢 最主要是来到来自于在包括电子呢 现在是在缺料的情况 以及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还在走跌 另外就是对于疫情的担忧 以及呢美国联准会呢 可能会缩减他们购债的规模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有机会来止跌呢 现在有三个观察的指标 包括美股核实止跌 另外外资的卖超能核实来缩减 外资在昨天大卖之后呢 今天呢是持续调减了145亿 另外呢就是所谓人气股呢 表现不能够太过于弱势 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股市的部分 另外在汇市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在昨天就上演了一个热钱大逃杀 我们看到呢在台币的部分 昨天已经下挫来到一个月以来的低点了 那么汇市一天的这个成交量呢 爆出了21亿美元以上 那么会议主管就说 如果外资持续跑的话呢 有机会扣关28块钱 果然在刚刚台币这个收盘呢 已经见到了28字头的一个价位 台币在今天呢是贬值了3.9分 来到28.008兑换1美元的一个价位 而现在呢我们看到台币呢 会议主管他们是认为说 现在就是因为国际上有众多的一个利空消息 那么台币的部分算是下跌修正的一个情况 但是跟其他的亚币相比呢还是相对的比较强势 还有金管会昨天对富邦金旗下三家的子公司 祭出四张罚单了 相信资讯交给飞月 好的确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原因呢 首先是在北富营的总经理陈耀辉 他在去年8月的时候被爆出呢 不当受刑案 那么现在呢是犯了这个洗钱防治的一个疏失 所以被开罚了200万元 而另外呢则是富邦人寿的董座蔡明星了 他包括在两年多前呢这个包机出差 被指控呢其实合销方面呢是有疏失的 另外在2017到2019年这段时间呢 购买高价的艺术品 但是并没有建立一套采购的流程 而且这些艺术品呢是放在仓库 并不是用来做展示用或者是美化公司 那么对此呢一共是开罚了600万元 另外金管会也发现呢 北富营从2008年开始呢 这个房贷户投保住宅活险的部分 他们并没有经过药保人的同意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他们就是用这个装潢的比例 来设为整个建物本体的这个比例高达了45% 导致呢这个保费呢就会被超收 将近200万元影响到上万人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也针对了包括像是 北富营以及富邦产险的一个部分呢 他们现在就被指控说网顾消费者的权益 合计呢也总共开罚了1500万元 接着是饭店大班封了JR的东日本大饭店进军台湾 不过老字号华国饭店吹席灯号了 请叫飞鱼 好的确一起呢让国内的饭店业呢 是出现了大洗牌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刚刚我们提到这个JR东日本大饭店呢 在8月23号呢就要开幕了 它的这个地址呢就是位在前台北六福皇宫的原址 它的资本呢是5亿元 那么它的指标意义呢重要性就在于 它是JR东日本集团呢在海外的第一家饭店 那么到时候呢会有288间的客房 那么其中还包括了有三间餐厅 不过来看到的这一家是拥有50年历史的 华国大饭店呢在10月底就要暂时吹席灯号了 那么主要是因为原址呢他们租约已经到齐了 目前呢是采不再续约的一个方式 不过未来呢饭店打算要转战士林 到时候呢会全新来登场 另外根据助展杂志的统计呢 这两年老屋拉皮呢就达到了有5件 跟过去2015到2019年这5年的时间呢 只有4件多呢 现在老屋拉皮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主要是在包括新北基隆跟桃源 还有宜兰 闲见的这些老屋除了有重建商机 这个拉皮整件呢同样是大有商机 还有现在国际连锁咖啡呢也进军台湾饮料界了 请叫飞鱼 好的确他们是选在这个首摇饮料店的一级战区 就是跟新一计划区呢只有一路之隔 租金最高的这个巷子就在新一区的永极路30巷 那么外传呢这个新加坡连锁咖啡店呢 就要在这里呢开最新的店面 那么传出呢14瓶呢月租金就达到了14万 等于一瓶的这个月租金呢就要1万块钱 其实永极路30巷呢这里是首摇饮料店的一级战区 知名的品牌呢几乎都有在这个地方来展店 而且我们看到呢当地的租金呢 大约就是呢每一瓶呢我们看到5000到8000块钱 而且如果说你条件好的话呢 它的这个价格呢就会更高 其实说呢台湾的首摇饮料店呢 现在是密度越来越高了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呢 以去年来讲冷饮的销售呢 就已经高达了581亿 整个店数成长呢超过了2万家 这个密度之高呢有些地方甚至比超商的密度还要更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经济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 这边是密度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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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